賣菜默默行善的陳樹菊阿嬤 在今天貨辦一等文化獎章 雖然他沒有念多少書 但是他首度到教育部 他很開心 他尤其聽到教育部 要為他成立基金會 他說他因為以前 繳不出保證金 所以媽媽和弟弟不幸去世了 所以他現在最想要的 就是希望能夠成立 醫療基金會 可以照顧更多的人 少了這牌 尾兜兜穿上平常賣菜的衣服 和出國別的國旗徽章 陳樹菊阿嬤不改樸實風格 首次踏進教育部好開心 明明是教育部要頒獎給阿嬤 不過阿嬤說什麼都不想離開 台東太貪 還要教育部反過來配合他 他們問我 我要說消毒日我才能走 就回去美國回來 現在就正式營業 不能休息了 今天市場空休啊消毒日 對 今天才有用 教育部跟掏出50萬 幫阿嬤成立基金會 現場每個人再捐100元 一看到捐款箱 阿嬤立刻反客為主 一捐就是四五千 就連臨時演員都感動到 跑來要簽名 我們家以前有兩個人生病 為了保證金耽誤時間 我很想這樣做 還有小孩子的 小孩子教育的 阿嬤把賺的錢通通捐出去 自己一搏一搏的腳卻沒前衣 有基金會看不下去幫阿嬤出醫藥費 有人為他出醫藥費 還有人特地搭遊覽車來買菜 要讓阿嬤賺更多錢 再捐出下一個一千萬 明星玩家梅竹青山 台北報導 阿嬤